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关于毅力静 2月21号一早 演员于浩铭的名字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阅读量一天内超过3亿 似乎是一种暗和 头天晚上11点 毅力静发了条朋友圈 小心翼翼如打开回忆的盒子般 鼓足勇气看完这期 录于2016年12月的节目 我现在可以很有底气地说 虽然已过去了两年 但他丝毫没有褪色 不久后 于浩铭在下面留言 是的 没有褪色 那晚8点 易力静担任主持人兼出品人的访谈节目 立场 在时隔两年后上线播出 第二天热搜的出现 某种程度上 让没有褪色的共识得以验证 争论与质疑 也随之而来 有关于节目内容 于浩铭手弹烧伤后 被甩感情经历 以承认女方为某当红女明星 立场于浩铭 皆烧伤事件真相 有关于节目形势 易力静怎么那么狠啊 把一个受过火伤 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的人 直接拉到了死亡体验馆 有关于节目时效 这么久前录制的节目 早就没了时效性 有些被访者变化很大 观看价值在哪里 其中一些在预料之中 节目播出三天后 易力静曾在微博发表长文称 在我看来 新闻是过眼云烟 人性是永恒 做节目这些年 我们不蹭热点 所以也不担心错过热点 我们选择的 被访者即使在当时有热度 也不可以缺少态度 有种 有料 有趣 必得 战旗 大多时候它是不具争议的 作为记者 前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 媒体生涯二十年 被冠以顶级人物访谈 记者称号的背后 皆是经历 在易力静的访谈名录中 几百位影响当下 演艺圈生态的导演 演员名列在列 张艺谋 陈凯歌 巩丽 赵薇 张子怡 葛优扬密 与众多节目主持人 记者不同 很多观众读者 对易力静的印象 都为犀利 毒舌 钢 硬核等标签 比如他曾问杨幂 你觉得自己是个好妈妈吗 采访郭静明时他问 你觉得作家圈有接受过你吗 面对孙宏雷他问 这几年好像你作品的质量 也不是特别高 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我只是提出真问题而已 我不想做一个谈笑风生 百度百科式的东西 易力静对此很较真 他希望与这些争议人物 探讨争议 探究个体生命 内心世界的思考与真相 你觉得演艺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采访演员海青时 易力静曾抛出过这样的问题 时有如下回答 一群被放大镜罩着的蚂蚁 原本非常渺小 只是被放大镜放大了 原南方周末记者作家夏宇说 经历多年的职业生涯后 易力静确立文化及娱乐人物报道 作为他的方向 某种程度上 他通过积极个性的访问 改写了演艺圈的话语形式 使更多的蚂蚁成为人 还原了他们丰富的人性 易力静在意的始终是人性本身 立场就诞生于在意之下 延续三年前 人文记录访谈节目 一时间所秉承的节目理念 不盲从 不迎合 不回避 不轻薄 立场与包括于浩明在内的 李开复黄晓明 王沛宇等十位嘉宾 再次进行深度对谈 接受十点人物制的访问时 易力静仍在忙于 立场后期工作中 波斯在节目中一直以来所呈现的 神采意义 自信笃定 他整个人显得有些疲倦 说话声音略小 但每次只要话头转向他具体的采访故事时 语气中总带有 坚定色彩 我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我想保持一个新闻人最纯粹的标签 我不太去想被时代抛弃之类的问题 我要做的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 对于浩明进行采访 以及带他去死亡体验馆这件事 易力静其实经历过内心的挣扎 彼时于浩明已经历烧伤事件七年有余 易力静拥有探究他的经历与心理转变的好奇 我不想去呈现他经历过的惨 而是想和他一起探究一些真问题 做人物采访多年 易力静深知 合适的对话场景对采访的重要性 原本他与合伙人 时尚先生杂志前副主编杨潇决定 拍摄地点是安徽黄山的紫路寺 约定拍摄采访时是2016年的10月 正值秋季 而晚南的秋季极其绚烂 他们想到了一个词 一期一会 觉得那里很适合于浩明 他刚出道那几年 处于盛放期 随后遭遇了一场大火 人生走向了另一段旅程 但因为于浩明工作时间安排的变动 采访延迟到12月时 秋色已经落败 拍摄只能异地 杨潇曾在一篇文章中 偶然看到 几位坐林中关怀的心理咨询师 在上海开设了醒来死亡体验馆 体验方式是由8到12人 组成一个模拟小社会 回答关于童年 亲情 偏见 伦理等终极命题的拷问 类似一场直击心灵的杀人游戏 每轮淘汰一人即死亡 被淘汰者将走进无常之门 体验焚化环节 然后进入一个白色房间 以为重生 杨潇提议 要不试试那里 最初 伊丽静对这个提案持否定态度 他对死亡体验馆充满好奇 且觉得地方与于浩铭曾经的经历相符 我的疑虑是 担心被访者误会 觉得我们在消费他 在他的价值体系里 善待被采访 是他坚守的准则 伊丽静记得 当时他们正在无息看警 倍感纠结之时 杨潇说 要不先问问于浩铭 看看他对去死亡体验馆拍摄的看法 打电话前 他们与死亡体验馆联系 确认了过程的安全性后 才做了一个备选方案 想着同时提供给于浩铭选择 一切准备好后 给于浩铭打了电话 我小心翼翼地和他说了 死亡体验馆的方案 话还没说完 他就说 好啊 可以啊 伊丽静回忆 当时非常意外 没想到他答应得如此爽快 但没聊几句 于浩铭轻声问了句 有危险吗 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伊丽静平日对语言和神情中 所蕴含的情绪 都较为敏感 那一刻他觉得 之前的事情 给于浩铭留下的阴影 并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 已经消除 第二天 他和杨潇前往上海 亲历死亡体验的流程 再次确保安全性 于是观众看到 在立场第一期节目里 伊丽静仍在仔细和于浩铭确认 模拟焚化炉的环节 对他来说是否可行 于是 有了一段于浩铭在死亡体验馆的体验经历 有了伊丽静和于浩铭 关于那场震惊全国烧伤意外的深谈 之前经历的烧伤事故 还不算极苦吗 我能扛过来的 都不算极苦 你忌讳谈论死亡吗 我觉得我不忌讳吧 我们不是害怕死 我们是害怕死得很痛苦 如果时间真的能倒流 你希望始终逆转到 你人生的哪个时间点 就是康复的那个阶段 因为我觉得认识到一点 有的时候 人还是会好了伤疤忘了疼的 如果时间能倒流 我想再去感受一下 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再好好旁观一下自己 很多人好奇 伊丽静的采访对象 大多是文娱界名人 每个人也都被无数次公开采访 恨不得每根寒毛 都用放大镜放大 为何他们坐到了伊丽静面前 却能展示出自己的另一张脸 伊丽静被同行称为 中国最好的人物访谈记者 活跃于十年前 人才辈出的媒体圈 想要斩获此项名头 并非意识 从一些采访对象的反馈中 可追溯缘由 采访赵本山时 伊丽静在偏长等候若干天 采访结束后 赵本山书写了 天道酬勤四字赠予他 采访柳云龙时 二人相谈甚欢 原定好的采访时长 不断被延长 柳云龙说 有你这样记者的杂志 应该是有些品味的 与李亚鹏聊到深夜三点 聊到对方说 以后三四年除了你 我不接受别人的深度采访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 艺术学院副教授宋晓阳 长期关注伊丽静的节目 在宋晓阳看来 大家很愿意和他聊 比较深刻的问题 他能把别人沉浸在 自己的画场里 这是很不容易的 伊丽静回应 那应该是懂得的力量吧 此前曾有一名读者 在听过伊丽静的讲座后 写下一句话 我想那不一样的地方 大概就是伊丽静 曾经置身于黑暗 体会过绝望 因此尊重阳光下的所有生命 伊丽静也看到了这句话 她懂得了我 在专注从事文娱报道前 伊丽静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 社会报道 她1999年便入行 进行过多年匍匐大地 贴近生命的采访写作 一些经历至今谈起 仍印象深刻 2004年 伊丽静进入南方人物周刊工作 4月 直身前往位于河南平渝县的 艾滋病村 除了携带采访工具外 她怀揣着糖和匕首 糖是为了给孩子 匕首是为了给自己壮胆防身 头一年 村里艾滋病人 因忍受不了邻居 及家人的冷淡和歧视 先后杀害了五户人家 八口人 伊丽静此行 是对遇害者家属进行回访 四周的土墙上 沾着几根拇指粗细的蜡烛 发着微弱的光 暮色中不时出现的几声狗吠 能挑动心脏的频率 在一个无法辨识方向的门洞里 伊丽静聆听着一位父亲苦楚的倾诉 采访结束时已是深夜 伊丽静搭上从镇里来的黑车打算返程 车行径在荒郊野外 两旁都是坟头的道路上 突然停了下来 司机要求再以谈好价钱的基础加钱 否则就要把他扔下车 伊丽静说 那一夜他体会到了深深的恐惧 他记得自己当时把匕首紧紧地握在手里 将电话界面按到110 然后问加多少钱 当对方说出十块钱的时候 他心中无味杂陈 对苦难了解的越多 无力与无奈感也越深 从艾滋病村回来 他选择从这个阵地上撤离 但所见识过的苦难 以为慈悲心的生长 提供了坚实土壤 记者有了慈悲心 才能善待每个生命 善待被采访者 在面对采访对象时 伊丽静几乎没有太多的表情 初见伊丽静时 我便觉得眼前的这个记者 并不讨人喜欢 原因就一个字 冷 今年三月 伊丽静到中国传媒大学 做讲座分享时 博音专业的大三学生 王帅天 将自己内心的疑问 抛向了他 你给我的感觉 像是一个零度的人 我每次注意到你 看采访对象的眼神 总会冷不丁地打个冷战 这也不是第一次 被提及关于表情的问题 2013年 伊丽静从文字记者转型 在凤凰卫视 做了自己的第一档视频访谈节目 意见 节目播出不久 因为不爱笑 且提问犀利 他一时间遭遇了众多质疑与诟病 连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提出 易老师 咱下次节目 能不能适当地笑一笑 你这样确实看着太严肃了 我那时深刻体会到了 什么叫众可硕经 曾有一段时间 伊丽静受此困扰 那时专门研究电视语言 电视节目形态的宋小阳 也开始关注意见 那几年访谈节目 女主持展现出的形象 多是或大气 或温婉 或亲切型 看到镜头前的易立静 宋小阳的第一反应是 这人是做什么的 怎么没有一点表情 谁喜欢看他做的节目呢 这节目没戏 后来宋小阳还辗转找到易立静 提醒他 出现在电视前的话 适当就要有一些表演 被说的多了 易立静心里逐渐长出了根小刺 在采访梁家辉时 当时节目的制片人 就坐在他的斜对面 一直在用手势提示 笑一点笑一点 于是这根小刺不断戳着他 去刻意拉扯一下嘴角或脸部 节目粗简出来 我看到屏幕上笑意盈盈的一张脸 那不是我 易立静问自己 一档严肃访谈节目 为什么一定要主持人笑 笑就是对被访者的尊重吗 我尊重你的方式 是提出与之相匹配的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 易立静看到美国电视新闻时尚 第一位女性联合主持人 巴巴拉沃尔特斯的传记片 巴巴拉做过750多个独家采访 采访嘉宾从政治到娱乐 无所不有 她也被观众说 要在镜头前多笑笑 她咧着嘴 反问采访她的主持人说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怕吗 易立静专门写过一篇名为 我不需要谈笑丰盛的文章 分享自己的观后感 文中提到 看到这段内容 我真想钻进屏幕里 拥抱它 梁家辉那期节目上线后 所有的应急出来的笑容 都被易立静要求剪掉 她决定要做一个正常的自己 宋小阳对易立静的采访方式 有所改观 是在看过2015年3月 一时间采访韩红的那期节目后 易立静和韩红 谈论起后者参加 我是歌手时 所经历的争议 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 情绪激动时 韩红几次拍案 声调骤然拔高 宋小阳想 对方太强势了 这种强势 不是你微笑 就能把冲击缓和下来的 所以觉得不去迎合对方也挺好 宋小阳最后一次 再有这样的感受 是看完今年3月中旬 《立场》里 易立静与演员周杰的那次对谈 节目上线后 易立静先后在微博 与《十点人物志》交流中提及 这次采访 给她20年记者生涯 上了极为重要的一刻 我们几乎一直处于博弈状态 而且我差点败下阵来 采访前30分钟 面对易立静提出的问题 周杰几乎都不接招 不予回应 并提出反问 我发现所有的专业技巧 在她这里都失效了 宋小阳说 看完节目后 她与央视的一位主持人 就易立静的表情问题 再次进行过探讨 易立静没有反应 对她来说 也许是一种保护 以免被采访对象过度解读 也被观众过度解读 看过易立静节目的人 都会有一种感觉 采访对象被突出得很明显 而她本人则像一个 穿针引线的人 不过分张扬 位置掐到好处 在老师宋小阳的推荐下 学生王帅天一口气 连看了四期立场节目 对此感受很深 就像易立静自己所说的那样 倾听深谈也是一种立场 在大家都急于表达的时候 她选择了后撤 把空间让给了她的受访者 著名媒体人李海鹏认为 这正是易立静 置为悠长之处 在GQ杂志工作期间 曾有一次采访演员刘烨的机会 在确定记者时 李海鹏想到了易立静 和出自她手中 关于李亚鹏 赵本山等人的采访报道 他们太棒了 她向易立静发出了邀请 采访当天 刘烨刚到现场一分钟 易立静就与刘烨 聊得热络起来 李海鹏说 我站在十米外想 这是她的风格 我喜欢的风格 因为记者这份工作的特性之一 就在于 你永远不知道 假如错过了五分钟 会不会造成永久的损失 李海鹏记得 坐在刘烨对面的易立静 眼睛闪闪发亮 面部表情生动 身体以一个清和又得体的角度前倾 而刘烨的姿态 以手舞足蹈来说 亦不为过 看上去就像他们是多年好友 已经坐在那儿 聊了两个星期 那次采访进行至深夜 刘烨与易立静 谈论到自己对酒精的依赖 工作和上一段 广为人知的感情 最精彩的部分 是一段关于 中美两国之间 疲劳飞行的叙述 易立静全程无打断 静静聆听 诉诸文本 那段叙述 吵管一千字 他热忱 机敏 善于回应 敏于共鸣 给了被访者一个很好的讲述状态 促使他倾诉感受最深知识 在立场第二期节目中 易立静采访了京剧演员王沛渝 那期节目中 易立静以2008年为节点 与王沛渝谈论原生家庭 百事学艺 名利前后等话题 宋小阳和易立静的好友 心理咨询师丁锐 都对这次话题感触颇深 看完节目后 两人均给易立静发了信息 此前宋小阳曾和易立静申请过多次 想去采访现场看一看 收集一些研究素材 每次易立静都婉拒 你是专业的 来了我会紧张 看完与王沛渝的访谈后 宋小阳却主动和易立静说 今天看的时候我想 我不应该去现场 因为我们不属于那里 那里属于你 宋小阳发现 易立静与备访者之间有一个场 他去了会成为干扰性元素 这样的判断源于一段 易立静在车上 与王沛渝的对话 那是发生在从成都 开往汶川的高速公路上 王沛渝和易立静 谈论起了与师父 王思吉的结交往事 王思吉去世 对自己的影响以及死亡 车行驶的方向是往前的 但他们谈论的都是身后事 丁锐对易立静说 我知道你心疼他 你对他的态度很不一样 很明显地呵护 准确地说 你对他是一种怜惜 甚至不愿意追问他的创伤 免得他被再次消费 丁锐看到易立静面对王沛渝时 适可而止了 他说易立静本可以用技巧 再去深觉真相 但他没有过界 而是用关怀的方式对待了王沛渝 进退得当 这是他真正的天赋 那天接收到信息的易立静 分别给予二人回复 回宋小杨说 这得多懂得才能说出这番话 回丁锐 有种被懂得的兴奋和幸福 懂得与被懂得 是易立静一直最在意的事 立场播出中期 易立静曾发过一条微博 共情不是同意 附和 甚至不是理解 他是懂得 懂得是进入对方的内心 甚至是和对方灵魂共舞的结果 他不愿简陋快速地 给任何被采访者贴标签 也不想去否定任何人走过的路 想要的仅仅是抵达 抵达得更远一些 这不容易 但充满意义